高血壓不再是熟齡專利 年輕白領族也要小心高血壓 因為有診所調查職場健康發現 收縮壓異常在30歲以下的男性竟然高達4成 原因評估為職場壓力缺乏運動 飲食作息不正常有關 因為年輕人出社會 可能他們的拼勁十足 然後這個作息可能就比較容易不正常 有時候可能常常要加班到很晚 然後晚上回去了以後呢 可能他又沒有很早休息 所以作息的不正常 我想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可能三餐他們都是在外面 就是都是吃外食 那外食的話他本身來講 比較重鹹重油 那這些也會影響到他本身的 體內的一些新陳代謝 那所以這個也會影響到他的血壓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運動可能太少了 因為現在年輕人來講的話 有時候可能一到五上班 可是五六他可能還有其他的事情 那或者是說他有時候也常常熬夜 那所以假日他反而不見得會有正當的一些休閒的活動 那這些都會影響到他身體健康的方面 另外脂肪肝也容易悄悄產上辦公室族群 診署醫師潘俊生已提到 大部分的上班族也有水分攝取不足問題 可能造成腎結石影響身體的迷苗系統 綜合體檢分析結果顯示 上班族的血壓異常比例偏高且有年輕化的趨勢 同時三高引發也是上班族常見的病狀 醫師提醒職場打拼不過勞 要注意健康生活才是更重要的人生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